小朋友小QQ 听完今天的故事 记得去下载试读本 欢迎填写本集的资讯栏 会有抢先试读报名表 填写完成之后 就可以获得 巴士来了这本书的试读本哦 记得请爸爸妈妈帮忙填写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 一起听故事 哈喽哈喽 我是GK爸爸 今天要说的故事 是一个很温馨 很温暖的故事 叫做巴士来了 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哦 希望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的内心都会感到非常温暖 在生活中 也会更加的伸出援手 帮助他人 OK 来听故事了 故事开始 嗨 哈喽 我是一位盲人 年轻的故事 我的眼睛生病了 渐渐的 我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十年之后 我变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即使如此 我仍然下定决心 要继续工作 还记得刚开始的那两年 我在家人的陪伴下 往返我上班的市政府办公室 之后 我向公司请假 花了一年的时间 练习使用白手杖走路 在一片漆黑之中 我利用白手杖确认前方的路 一步又一步的慢慢前进 我依然记得 我决定自己一个人搭巴士 去上班的那一天 那是某个炎炎夏日的星期一早晨 我站在巴士站牌旁边 鼓励着自己 你已经可以一个人走了 加油 加油 绝对没问题的 我这样鼓励着自己 搭上巴士 在第五站 市政府前站下车 这明明是件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我内心 还是十分担心 担心自己 不知道巴士来了 担心自己 能不能一个人上下巴士 当我好不容易搭上巴士 却不停冒着冷汗 之后的每天早上 我都站在巴士站牌 旁边等巴士 如果我没有打开耳朵 仔细地聆听 很可能没注意到巴士已经来了 就会错过巴士 即使搭上巴士 右手还是需要紧握着摆手杖 左手牢牢紧抓着巴士的拉环 还记得就在某天早上 我听到一个小小的 可爱的声音对我说 早安 巴士来了 这时候我感受到一只小小的手 搭上我的腰 我紧握摆手杖的手 突然放松了一点 那位小女孩说 小心哦 这里是阶梯哦 说完之后 她推着我走上了巴士 我顺利地搭上巴士之后 小女孩又开口了 她对车内的乘客们说 请问有人方便绕座位吗 有人吗 她在巴士里喊着 哦 请坐请坐 来来来 我因此有位子可以坐下来了 我问小女孩 你要去哪里呢 我要去喝个酸小学 哦 你读几年级啊 我读三年级 看来这个小女孩 会和我一样 在市政府前站下车 因为在市政府前站 下车之后 右边就是和歌山小学 左边是市政府 我总是觉得巴士特别安静 为了不让自己坐过站 我都会在心中 默默数着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下一站 市政府前站 市政府前站 下车的乘客请按铃 就在我寻找下车铃的同时 小女孩已经帮我按好下车铃了 而且她告诉我 你要下车咯 她带我走到巴士门口 扶着我 让我安全下车 平安下车之后 我对小女孩说 你要往右走 对吧 谢谢你的帮忙 真的很谢谢你 不 我带你走到斑马县那边 小女孩说完后 又再次将手搭在我的腰上 带着我走到和学校反方向 位在市政府前的那道斑马县 叔叔再见 哇 再见 路上小心啊 要注意车子哦 谢谢你 我朝着小女孩声音的方向 深深的一鞠躬 向她道谢 隔天早上 当我正在巴士站牌旁边排队的时候 我又听到昨天那个可爱的声音了 早安 哦 是昨天的小女孩对吧 巴士来了 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小笑 她跟昨天一样 用她的小手搭在我的腰上 温柔地推我搭上巴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小笑总是提醒我巴士来了 我们一起上下巴士 变成我的日常 每天 每天 不断地持续下去 就这样 我们一起走过了 春天 早安 夏天 有月啊 秋天 出发 冬天 好冷哦 岁月静静地与我们擦肩而过 好可爱的小狗朋友 这些嘘寒问暖 也变成我们的家常便饭 但是在 秋季的某一天 我没有听见任何人的声音了 只听见巴士来了 我独自搭上巴士 也开始担心起小笑 今天怎么没来呢 是不是发烧了 我发现 和小笑打招呼 已经成为我每天早上最期待的事 下巴士之后 我走在前往市政府的路上 空气中 飘散着金木溪的香气 我不禁抬起头来 隔天 小笑有精神的声音 再度浮现耳边 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接下来的日子 他可以继续温柔地 带我上下巴士了 时光飞逝 四月来临 已经可以感受到太阳暖活的拥抱 就和平常一样 我听到有人对我说 巴士来了 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呃 你 你是小笑吗 不是 我是美奈 姐姐小笑已经毕业了 她现在在隔壁的国中上课 接下来 换我带你上下巴士 后来的每天 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孩子 轮流带我上下巴士 嗨 我跟小笑和美奈是三姐妹 嗨嗨 我是老妖尤雅 我是尤雅的朋友 我叫香莲 我也是他们的朋友 我叫又泰 嗯 我 我叫泽坚 自从小笑的那句 巴士来了 开始 在他周围 看着他这么做的孩子们 一棒 一棒接力着 我总是对着这些 带我走到斑马县的孩子们 大力的挥手说 谢谢你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被一双双 小手接力帮助的日子 就这样 持续了十几年 多亏有他们的帮忙 今年 我顺利的活到了六十岁 同时 我也准备要退休了 明明 我什么也没说 这群在小笑身边的孩子们 在看见他发自内心的 善意之后 也主动 承袭了这份热心 我的内心 深处将珍藏 每位孩子对我说 巴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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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巴士来了 希望这份温暖 也能在他们的世界里 延续下去 听完这个温暖的故事 也让我们知道 帮助他人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哦 也希望小朋友 小QQ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在适当的情况下 可以帮助他人 这本书叫做 巴士来了 改编自真实故事 因为罕见疾病 而失去视力的 河戈山公务员 山崎浩敬 在地方小学生的帮助之下 利用巴士通勤了十几年 这全部都是因为 某位女孩的搭话 女孩毕业之后 这份善意的接力 也持续在学弟妹间 一棒接一棒的帮助他 山崎先生觉得 能够获得这些 温暖小手的支援 真的很开心 也很温暖 原本不安的通勤 变成了一段开心的日子 如果喜欢这个故事 也欢迎收藏这本绘本哦 在GK爸爸的粉丝团 也会送出这本书 欢迎大家来抽奖 让我们一起培养 同理心 感谢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